我剛剛提到數字個數是用這種方法 非數字個數是這種方法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當然有 我剛剛有提過 你可以自定函數 不過自定函數前提是你已經寫好了 假設你已經寫好了 在使用者定義裡面的話 就會多一個數字個數 函數 這個是自己定義出來 那一樣嘛 你可以給它一個原始的資料 按確定 它會幫你算出來 其實這樣感覺會更好 而且動作沒有多少個 只是你給它一個字算 它會自己幫你算 那還有所謂的非數字個數 非數字 那一樣嘛 把原始的給它 它會幫你算完 return回來的結果 就是不是這個數字的有幾個 在這邊算完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還有三個 一個是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這三段 這個是延伸的啦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留下數字 有沒有 OK按確定 那把那個資料給它 它會幫你怎麼樣 幫你把它全部算出來 數字留下來 英文的話呢 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都一樣 就是也是給它東西 它按確定 它會幫你把英文的部分留下來 那數字跟中文就不留下來 那中文的話 就是把這個這邊中文 OK 其實應該用的比較多 可能是中文部分嘛 然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只有Nokia OK 那這個怎麼做啦 所以有五段 那當然 這個都因為 超過我們的那個上課的範圍 比較多一些些啦 所以我會分享給各位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這個一定不會找到一樣的 因為這是我自己寫的 那我怎麼寫的 就是我看我需要什麼 我把我的邏輯轉換成VBA邏輯 OK 那基本上 你只要學習怎麼樣 學習裡面 在那個VBA裡面 它的比如說Function 它在什麼 它會跟你要什麼東西 它會return什麼東西給你 那它給你東西 你中間該怎麼處理這個流程 你要自己寫出來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因為 這個部分的話 不是我們上課的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看一下 總共會有五段程式 那這五段程式 全部都在我們雲端上面 你可以從 剛剛這個地方往下看 這邊有個VBA 然後 往下找 這個是第一段 那我剛剛講過 就是Function 一定是 這個自訂函數的開頭 然後呢 一定會有N的Function 所以這一段 是第一段 那這個叫數字各數函數 它會跟你要一個原始資料 你就給它 然後它幫你做什麼 就幫你算 你給它的這個原始資料裡面 到底有幾個數字 OK 這第一個 那做法上面不外乎 就是 就跟早上一樣 先怎麼樣 先把那個Visual Basic環境打開 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記得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那個剛剛那段程式 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貼上這一段 那它就可以WALK了 那只是說裡面到底寫了什麼呢 基本上 我的寫作流程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我會先把那個 我需要做什麼事情的順序 先把它打上去 也許我有時候習慣 如果不知道怎麼寫 我就先把註解先打上去吧 至少就是 先一個單引號開頭 第一個 我那個字串的回圈範圍 那所謂的字串回圈 字數 回圈指的是 我要從第一個字 到這個字的最後一個字 反正我就把那些字 通通都抓過來 抓過來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那如果是的話呢 我就建了一個變數 叫做Count 這個Count 換成就加1嘛 再把它放回去 加了1之後 再放回去 那不就有點像計算它幾個嗎 是 開開開 對 就算出來了 那外面包一個回圈 回圈裡面包一個邏輯 邏輯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就是if 如果是的話 它就進到這個 如果不是 它就跳到and if 跳離 所以基本上 for i 等於第一個字 到最後一個字 那最後一個字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len 這個len 這個len 其實跟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用法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算什麼 總共有幾個字 所以它就是把第一個字 到最後的字 分別抓過來 抓過來再判斷 怎麼判斷 如果 這邊叫asc 在VBA 這個地方 它是VBA裡面的函數 VBA裡面 它如果要判斷 叫ascicode 的話 在 sale函數裡面 叫code Code 可是在VBA裡面 它名稱不一樣 但是作用是一模一樣的 叫asc OK 那前面這邊 我有打個VBA 其實這個 這個打VBA 有打沒打都沒關係 因為 有些同學會問說 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VBA裡面 有哪些函數 很簡單嘛 你就打個VBA VBA VBA 點 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 所有的VBA的函數都列出來了 都在這裡 有沒有 asc 那可是第二個 你可能想說 老師 那可是我不知道用哪一個函數嗎 其實 第一個方法 其實各位可以看 上面有個問號 如果你 當然也可以買書 讓同學買那種專門的書籍來看 如果你不想買書 官方已經有相關的說明 你就按上面的問號 按下那個問號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說明檔全部列出來 包含就是說 那個VBA裡面 它要怎麼去使用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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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功能 那不過2013的那個版本 它會跳到網頁上去 那裡面各位可以看 這裡面的話呢 新的版本 反而 這樣說明檔 反而更麻煩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從這個去找到 有關那個VBA 它會幫你把那個函數部分 幫你把它列個清單 不過2013的版本 好像放的位置不一樣 好像是參考 我印象中好像是VBA裡面的 是不是參考裡面 稍微找一下裡面有一個那個 因為 之前上課都是用那個 2010的版本 那2010的版本 它不會跳到網頁 它會有另外一個說明檔 它會有另外一個說明檔 說明檔裡面 那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所有的說明 那其中有個SC 就是指的是 去算說它的RSCII code表 那特別至於 邏輯上其實跟剛剛一樣 這個是 如果它大於47 而且and 你會發現and 然後呢 小於58 就是這兩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那就把它加1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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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從第一個字到第二個字 加完之後怎麼樣 它會再return 丟給誰呢 丟給數字個數函數本身 丟給它 它就怎麼樣 把這個個數 放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基本上 反正它會跟你要一個原始資料 進來之後 它就幫你跑跑跑 跑如果有就加1 加1加1 最後的話 再放在這個count裡面 丟到這個數字個數函數 OK 然後數字個數函數呢 再把它丟到你現在儲存格放的位置 就得到結果 這個流程我想大概大概是這樣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細節部分 再去了解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我這個 VBA的程式當成範本 反正以後 發現很多同學學完VBA 最後它還是不會寫 但至少它會複製貼上 再修改 所以後來我發現他同學會說 老師你會多寫一些範本 OK 所以在我的雲端上面 其實我放蠻多 所以我通常同學會寄給我問題 然後我就想想 我好像有一點是翻譯的工作 翻譯成VBA 然後把它做出來 因為我以前工作就是做這些事情 我可以很快的把你想要的 把它轉換轉譯成VBA看得懂 其實說真的 如果VBA什麼事都看得懂的話 它真的全部都幫你自動做到好 所以我很多事情 其實我都會自動做完 無論是VBA 其他事情也是一樣 連手機的程式也是 反正全部可以自動化的地方 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方便度就很高了 所以很多同學會說 老師你為什麼可以丟這麼多影片上去 或者是寫這麼多部落格文 其實我都有一套固定流程 那有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閉著眼睛在做事情 閉著眼睛就做 只是有一些關鍵的地方 再把它修改一下參數 其他做出來就好了 所以有個固定的模式 不然說真的 每個地方都要原創 每一個地方都要重新再來過 其實是相當辛苦的 那你不可能 數量不多的話 其實會比較不容易被看到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以前叫種植不種料 其實慢慢你會發現 其實現在是重量不種植 為什麼? 因為你要被看到的話 你寫得很精緻 但是你只有一個東西 你永遠不會被看到 可是如果說你東西很好 但是你數量又很多 你很容易就被找到了 OK 那你要怎麼容易被找? 像Google為什麼我第一頁 第一頁 吳老師 前面大概有一半的連結 都是我的 因為我不只放一個地方 反正同樣的東西 誰規定說只能放部落格 而且部落格 誰說只能放一個部落格 你可以放很多個部落格 誰說只能放一個論壇 像我放很多個論壇 網路上我論壇一大堆 那我的YouTube頻道也不只一個 我Google帳號也不只一個 沒有人規定說只能一個 對不對 像我那個Google Plus也是一堆 所以你找來找去 都很容易找到我的東西 但是 當然前提你也不能東西太糟糕 這太糟糕只會被罵而已 對不對 你東西也要到一定的品質 但是也要一定的數量 像大數據的概念裡面就是 重量不重值 先要有數量 你沒有數量那些東西都沒有意義 所以才要大 對不對 因為你的量 反正你就是一直不斷看著 才會知道有一個 這個部分 第一個是數字函數 第二個非數字函數剛好顛倒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你應該可以看得懂 其實我只是把那個什麼 剛剛在Excel裡面的邏輯 轉換成VBA而已 所以其實只要你Excel裡面做得出來 在VBA也做得出來 只是說那個用法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願意花時間 轉一下就OK了 但是在VBA裡面的好處是 他可以判斷說有幾個字 有沒有 總共假設五個字 我們就跑五次 可是剛剛那個正列不一樣 正列你就給個9 一定要給比較大 你不知道多少個 OK 所以第二個非數字 所以這個是第二段 第三段的話 是留下那個數字函數 留下 剛剛是算 現在是留下來 不一樣的 剛剛是加1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思考說 我怎麼知道那個字 那個字要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你必須 剛剛是一個count的變數 是留下加1 那這個地方的話 必須多一個變數 是留下那個字 留下你找到的那個字 把它放在一個變數叫S 那S的話 我的初始值就可以空的 也就是說你找到這個字 有點像Ctrl C Ctrl V 那Ctrl V 就把它放在那個 或者放在一個記事本裡面 那留下數字的部分就是一樣 這個中間這一段 其實跟剛剛是一樣的 差別在哪裡 這個地方 剛剛是count等於count的加1 對不對 這邊不是加1 我要把那個字留下來 所以那個字怎麼留下來 S 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 加減是用加 串接是用end end什麼呢 那個字 有沒有 就是把找到的 如果那個字找到的 那我就用那個me的函數 去幫我切割那個字 是哪一個字 因為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勢必那個i的 i就是知道第幾個字 那就把那個字怎麼樣 切出來 因為切一個字 放在哪裡呢 放在s裡面 特別說它的流程是這樣 s預設是空的 所以你串了之後 它會把這個字 放在哪裡呢 放在s裡面 所以假設這個地方 假設這個地方 是留下數字的話 假設1 2 5 它進來之後 1 它就這樣 1是 那就是這個地方切割1 那 s裡面是空的 所以它end之後呢 它還是1 下一個的話呢 變2 那2的話呢 因為s裡面已經放1 所以它end的什麼呢 end的2 它就變成什麼 把1 2 放到s裡面 s就暫存了 OK 應該懂那個流程嘛 反正後面做完之後 丟到前面去 後面做完 丟到前面去 賦予的意思啊 不是1加1等於那個概念 所以你不要一直被那個以前的觀念給影響 OK 所以把後面的串完之後 丟到前面去 所以再來5 5也一樣 本來這個s變成12了嘛 那再串一個5 5之後再丟 變125 OK 那最後輸出的話 那就是我們留下數字就125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英文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英文跟中文 我記得我好像只是複字貼上 就是因為數字做完了 那我就把這一段程式嘛 Ctrl C C Ctrl V 改一下 英文 差別在哪裡 這個 大於等於65 小於等於90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因為道德很簡單 阿斯基扣表 65到90之間 它會是英文的範圍 但是我不要管那個大小寫的話 我多用一個函數 叫U-Case 因為有大小寫嘛 那你要判斷大寫跟判斷小寫很浪費 所以用一個U-Case函數 就是意思就是 全部幫我轉換成大寫 這樣就搞定了 反正不管 反正你是英文 那你就 就是英文 就反正不分大小寫 U-Case 在這裡是 不區分大小寫 所以其實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在 Excel裡面 也可以 就把它串接 所以這個串接 上面跟下面差別只有在這裡 大概這個地方 還有串接好像都一樣 那中文的部分的話 中文的部分 我是 就是大於127 因為這個內碼表 Asikiko的內碼表 最多是到127 所以127以上 那應該它就是 不是數字 也一定不是英文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把它當中文來看待 所以我的邏輯是比較簡單 就是說沒有去做生意層的判斷 反正它就大於127 另外有可能是負的 小於0 都有可能是那個中文的 如果是這些的話 那你幫我串接 所以你會發現 你數字寫完之後 判斷英文跟判斷中文 其實程式碼基本上差異性不大 最大的差別是在邏輯判斷而已 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OK 所以有五段 那等一下請各位試試看 我大概就是1 數字個數幾個 非數字個數幾個 留下數字 英文 中文 OK 有五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我們上課的主軸 主要是在高階函數 所以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五段的那個函數大概怎麼去做 那將來當然如果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可以拿來參考 其實基本上當然你如果 剛開始對於VBA還不是那麼熟悉 也許你可以把它當範本吧 那當然你如果收集的範本夠多 其實你很快可以解決 可能內建函數無法解決的問題 當然也許你未來 我是建議當然你可以多做一些 專業能力的提升 因為這個專業能力其實在目前很多行業 已經慢慢列為必備的技能 以前可能大家學程式 好像感覺是不得了的事情 現在慢慢會變成你必須要 為什麼 因為未來的這種趨勢看來 資料量只會越多不會越少 所以如果你在處理資料沒有一套 比較有效率的處理方式 那你的工作效率一定不可能提高 所以如果你要能夠工作效率提高的話 我是還蠻建議各位 花那麼一點點時間 那你也不要說太用那種很辛苦的方式學習 初步我覺得你如果有一些範本 至少你可以把有一些範本好好的稍微理解一下 那久了之後 我覺得慢慢耳濡目染 像這種東西不太可能一下子馬上學會 但是你只要方向是正確的 我想你慢慢的 感覺應該會慢慢 會比較越來越熟悉 試試看 那請各位把那個圓圓端上面看到這五段乘四 五段制定函數試試看 好嗎 好嗎 好 疼